那個樣子 都已經做好了 哇 現在還好 現在還好就有夠好 因為今天很長 每天一公秀 我以前來的時候 有一天 我永遠沒有來 我來這裡 家菜 餐廳 我不會飛行 看到怪獸 大家在餐裡面 不知道在那邊的工程 我就在外看 怪獸 你看這邊有怪獸的鉗粉 我們這個花糕 花草 是用怪獸味的 我這邊看到 我們這個 和這個農作物的原種 我們已經開工業 公司計畫 以前是用雞毫滾 用鹽笛的味 現在人家都沒力 沒力了 一文章親 用怪獸的味 你看下面 這就是怪獸味過 一間那筋都會餵一餵 我們看下面這筋 在那裡 還沒餵 我們這個 利用這個 這個作物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我們都當天來進補 對不對 當天進補 我們的土品 都不是果實的 就是根莖 對不對 根莖剛秋天的時候 我們地上部都 都枯實的 所有的養分 都送到根裡面 地下筋裡面 去儲存 所以這個時候 把它挖來吃 是什麼 是最好的 所以 要知道 我們當天要補 它的東西 是什麼 秋七菜 當天菜的東西 它是 整個好的東西 所以如果 在夏天的時候 它買糕 買草 要燉糕 買雞 那是 這就是 我們 補的運作 是不一樣的 像這個時候 它植物開始 生長 它的 養分和運作 都不是很好的東西 對不對 就像說 我們在八月 是這個 吃大俠蟹的 什麼樣 這個 有點抱枕天悟 所以其實 我們做一個運作 如果我們按照 這個規制 按照我們的 脂肪 按照我們的脂肪 按照 這個氣候的運作 來處理 那是 健康的運作 那你如果看來 我們這個 高低菜的話 上面這個灰地的話 噢 花枝很長 三十公分 六十公分 這麼長 要開灰 要開灰 要開一兩鍋 才開得到 要開的時候 你要看這個灰 很漂亮的時候 你如果十點以後來看 就不漂亮了 為什麼 他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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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欣賞 這國尾草的花 要在太陽 剛出來這個時候 你就會看到 滿圓的 那個一根一根 像火炬一樣 這個花 非常的漂亮 你如果想像 這個整片 全部是花海的時候 絕對不會比 絕對不會比 北海道的 這個花海還遜色 只是呢 我們大部分的人 我們現在都會裡面的人 因為我們晚上的網路 我們有什麼 有電影 有影片對不對 我們大部分晚上都不睡覺了 所以早上都會很晚起來 那也跟大家說 像我們今天來的 已經算什麼 算作滿不錯的 因為陽光沒什麼 沒那麼搶 但聽說還是什麼 最近這一陣子裡面 陽光最搶最熱的時候 走到現在很多年 已經 也有點受不了 你如果想到 如果大熱天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玩嗎 你如果到任何地方去 你就不會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 陽光這麼想 一照就什麼 都昏了 顏色又是白色的光 那溫度那麼高 滿身大汗 那也好玩 所以真正我們 要去做生態旅遊 什麼之後最好玩呢 我們應該怎麼樣 玩法呢 應該說 早上天剛亮 有人在看完就什麼 就起得比起早 這個時候應該怎麼 就應該出來活動 熱熱的溫度 感覺是最好的 陽光 早上陽光是斜色的 是金黃色的 看起來就會很舒服 感覺很舒服 大概到了九點十點的時候 陽光很強的 怎麼辦 就躲到什麼 我們休息的地方 去吃午飯 去休息 這邊可以睡個回龍覺 到了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陽光 又比較弱的時候 這樣感覺就比較好了 對不對 這個是出來活動 活動在晚上 太陽下山以後 就吃晚飯 晚飯在散步一下 大概九點十點 就睡覺 隔天早上 天亮五點就起來 好 我們要再做的是什麼 當我們要從事的活動 跟我們的習慣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習慣 這樣子才能夠得到最好的運作方式 但是很麻煩的是 我們現在目前的旅遊是什麼 是我們把我們的習慣帶到什麼 外面去 希望什麼 外面的環境來什麼 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會產生很嚴重的後遺症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台灣生態旅遊 或者什麼 或者在喊很多很多的 深度旅遊 沒辦法進行的 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說 如果我們把它改變成這樣運作 有沒有什麼困難 有 有 要改變我們的習慣跟經驗而已 其他都沒有困難 老師我有兩個問題 可以請問一下嗎 第一個 你剛才說這個狗尾草 它的花很漂亮 它是什麼顏色的 藍紫色的 藍紫色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剛才那個 那個蔡老師有說 這個是已經受污染了 為什麼沒有禁重呢 你問我 我不會接你的問題 這要問政府 問主管單位 要問警察局 或是問檢察官 還是問市政府的 主管單位 因為我現在給你吃狗尾草 我現在發現他在這裡證 對 現在我證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目前 有很多 我們沒辦法去知道 你的來源是哪裡來的 所以現在目前有一個什麼 一個安全食物的來源 就是什麼 就是認證 好 你要 我要買的東西 到底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我可以去追蹤 認證 說這個地方是哪裡來的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食物裡面 安全性可能如何 生產履歷 生產履歷 那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可以做好的話 或是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有做這樣的要求 那我們未來的 安全的保證 就比較有保障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 有很多人喜歡去攤 這個叫小便宜 小便宜 你吃的東西 你就沒有要保證 從哪裡來 有很多的 可得很多的後遺症 這個社會裡面 有很多 有很多 很特殊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國威草 真正如果要種的話 是種兩年 是最恰當的 就是我第一年種 它長大的時候 它開花會比較慢 8月9月開花 那到整個冬天 它再送到根里下去 明年在冒起來的時候 它會開花比較早 6月7月 可能就開始開花了 或7月8月開花 開完花以後 結成果 像現在目前10月 最近開始乾了 這個是第二年的 那經過了兩年以後 它跟累積的物質 累積的 這個有養分的東西 才會比較多 但是我們的社會 有很多人 反正如果你有需求 我夏天要吃 它一樣挖給你 但是這個品質 當然就差很多 那這個國威草 是我看到的 大渡山的產業裡面 最近這10年來 另外一個 一個發展很獨特的 在地化 本土化 跟我們整個環境結合 可以推廣為 不管是從生活 從文化 到我們食用 到景觀的整個 整個運作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物質 但是 我們卻還沒有看到 我們的政府 或者社區營造 或者很多運作方式 來進行 那這邊 我們也跟大家提到過 其實我們現在吃了 大部分的蔬菜 都是溫帶的蔬菜 對不對 溫帶的蔬菜 就是現在目前 這個稻子收割 在溫度降低 在10月開始 開始剝種 開始種 因為這溫度比較低 不再下雨 這之後才會長得好 其實有很多的蔬菜 如果你種的吃不完 讓它開花 也會像什麼 像猶太前一樣 那樣的漂亮 所以如果說 我們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們已經不在什麼 不在那樣的需要經濟的成果 如果你在什麼 你住家的周邊 種了一些菜 讓它開花 定在種 開花之間的 大概在過年的前後 春節的前後 那就是什麼 就是更重要的 春節非常重要的 這個景觀 左右綠美化 如果從我們的周邊 從我們的身邊 做有期 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可以改變的 那 在這裡面 我一個感受很深的是 當我們的社會 開始在都會化以後 我們有發現 政府會 也感受到這一股 這一股轉變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過去 一直在強調的 我們人的身體 如果我們是跟土地的 農業的運作 是結合的最好的 所以你們要知道 在農業時代裡面 有沒有叫做放假這一回事 沒有 對吧 因為我們不需要 但是我們這樣的工業化 都會以後 我們本來是工作六天 晃一天 對不對 後來工作 工作五天半晃 晃一天半 對不對 現在是什麼 工作五天晃 晃兩天 按照我們現在 日絕顛倒方式以後 以後 可能都不用上班 只要知道你活著 你只要把工作的成果 可以交給我 定時交給我 很多事情都可以OK的 好 好 那這樣 這也是可能的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很多的問題 我們很多健康 我們很多運作 就開始會出毛病 所以我們也知道 那這個政府也知道 這個問題 就開始推廣 知道的嗎 市民 農園 有沒有聽過 但是這個市民農園 是希望 我們的都會裡面的人 都還像榮夫一樣的 來什麼 來工作 有可能嗎 他把它轉成休閒化 這樣休閒化 有可能嗎 你說這樣在都會裡面的人 來什麼 來繼續過榮夫的生活 一個禮拜過一天 那當然什麼 一天賽 一千捕魚 三天 三天賽完 那絕對什麼 是推行不成功的可能性 那你要逆勢的去處理 有的時候我覺得 如果 像現在目前 我昨天看到一個新聞 說什麼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 上面那個 那個 植屑上面 有人在種菜 有什麼 台北市院 開始評級 都什麼 怎麼可以讓人免去 什麼 這個種菜 我覺得 如果 讓我們的都會裡面 讓我們的農業 可以進來 那不是在 走 讓我們的都會 減低人造化 減低這個問題的 後遺症嗎 但是 好像 我們的都會裡面生活的人 好像是 我們希望 不要 不要讓這個都會的運作 在什麼 在 回到 有農業的可能 但是 我們現在知道了 現在目前 如果要救這個地球 最重要問題 不在什麼 我們剛剛說了 是我們過去二十世紀的時候 我需要什麼 我都像自然裡面 去哪 我們一直擴張我們的領域 現在目前需要的是什麼 讓自然的運作 進入到我們 都會裡面來 那這個時候 其實什麼 不需要 有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改變 也不要很多錢 需要是一個什麼 一個觀念 跟習慣的轉變 那 就我所知道 要改變習慣跟經驗 跟運作模式 才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我們今天會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的朋友 應該說具有這樣的潛力 跟具有這種改變的可能 那這個叫做佛偉草 記得 如果以後你們要去旅遊 記得 天亮就要起床了 對不對 出去逛一逛一樣是四個小時 如果五點天亮 逛四個小時 到九點回來休息 對不對 休息到三點再出去 到晚上七點一樣 一樣是四個小時 你的時間沒有什麼 沒有少 但是它的品質 它的運作 就完全的不一樣 如果你一樣 知道什麼 到八點才要起床 九點才要出門 我告訴你 這個什麼 這一次一趟 你覺得什麼 絕對會覺得不好玩 以前我們住鄉 像我媽媽他們都在做工 你要去接 他去做工 他去做工 哈哈哈哈